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洋 你带看看他外部吃吧 我一会儿去接你吧 给他 给他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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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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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我看他什么都过 现在不行了 行 来 行 时间也行 实在 对不起 堵车 东旭终于是出现了 这迟到了 得发酒 来 把酒倒 来来来 帮你把酒倒上 干嘛呢 这迟到喝酒是正常的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女朋友刘影 这是我那帮死打 来 你就是刘影啊 我们董旭终于是找到 自己的义中人了 那天跟我掏心窝子说 终于找到可以托付终身的对象了 得了 我们大家伙终于可以把董旭 架出去了是不是 是啊 来 喝一个 来来来喝一个 来来来来 是这样 之前来的时候呢 董旭也没跟我透露 我也就没多说 正好今天我宣布一下 我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来 你就说吧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这一个多月啊 我想了很多 思考都过着很痛苦 甚至有过从此以后 不想再见到你的念头 那给你发这条信息之前 我想通了 我们婚姻的魄力 对你我都是一场噩梦 这场噩梦里 我也有很大的责任 我承认直到现在 我都不喜欢你那些情调 那作为一个丈夫的时候 我应该努力地去配合 我没有做好 也没有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这么多年 没陪你去看过一场电影 没有陪我呢 没有陪我呢 也干过一次星星 你以前要求过 也没有送给我一次礼物 陪你过过你喜欢的情人节 圣诞节 这些都是 我没有亲到一个做丈夫的 职责的地方 但是 你想要改变我 这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根本就不是同一类人 当初是因为差异才相互吸引 和真正生活在一起 这种差异是致命的 今天请你 吃最后一顿散伙饭 对我以前没有做好的地方 要进行一些补偿 虽然于事无补 但我也希望我们能够 好好好散吧 谢谢你的好意 谢谢你的好意 其实 其实我心里一直也很过意不去 咱们最后的那次残话 本来应该可以不用那样的 我想你爸妈一定也 好意不去 不用去顾虑她们的感受 只要看看留在她们身边 其他事情都会慢慢过去 我觉得她们对我有成见 这才是咱们之间 无法逾越的一条鸿沟 其他的生活细节的方面 确实有差异 但没到导致离婚的地步 小子 我们是同龄人 你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 家里老的小的 他们都离不开我的照顾 是你离不开你妈的照顾 我们不能像我妹 或者现在80后那样的潇洒 我是有责任的 我不能往往给我答应你 按你的要求搬出这个家 我们当过 那样我会良心不安 希望你理解 我能理解 但不能接受 好了 不说这些 今天我们 不聊不高兴的事 希望我们有美好的未来 不过咱们美好的未来的基础 在于看看 如果你不能保证他的未来 不能保证看看 受到最好的教育的话 刘立成我把丑话说前头 我一定不会让你的未来好过的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才能放心呢 是不是非要我给你留下一个什么证据 你才能上干八球 好 我刘立成保证看看她学习进入班级前五名 如果做不到 我刘立成无条件地接受孙晓丹提出的一切要求 可以吗 够看吧 什么意思啊 刘立成 其实咱俩彼此还是挺了解的 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爱钱 但不贪财 我相信你 我相信这一定是你爸妈的养老钱吧 还给他们 你告诉他们 虽然我不喜欢他们 但是我尊重他们 也麻烦他们二老 帮我照顾好看看 对了 明天我要离开这儿去外地工作一段时间 今天晚上我想去看看孩子 麻烦你跟你爸妈说一声 好 要是他还醒着 我恐怕就要改变我离开的主意了 你买单吧 老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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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了 没有 什么没有 你是不是嫌我 没在你朋友面前 给你一个面子啊 面子 那都是虚的 我不在乎 你真不在乎 那你笑一笑 你笑一笑 你笑一笑嘛 你让人沾片韭菜 我知道 我说自己是个不婚主义者 你伤心了 可我也是刚刚才变成不婚主义者的 我不是说我不愿意嫁给你 我只是现在对婚姻这玩意儿 我既没兴趣 我也没信心 你看我哥和我嫂子 他们离婚 给我爸 我妈 还有康康 那造成多大的伤害啊 还有我们身边的朋友 你自己说说 那但凡是结婚的 有谁的婚姻没问题 有哪一对是甜蜜生活的 根本就没有一对甜蜜的例子 可以说服我 婚姻就是爱情的A货 那需要妥协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了 我害怕结婚 我怕结了婚 你就没有现在怎么好 但是我哪里的 我怕定 不 你有什么 好 我怕这个可以生日日 一不会 我怕 一会儿 你不过 你怎么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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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装得像梳妮一样啊 尤其是我妹蔚来的公公 特别讲究礼数 我蔚来的妹夫是干吗的呀 你的妹夫 我妹都比你大五岁 那我要是跟你结了婚 你妹她就是比我大五十岁 她不也得叫我嫂子吗 小鬼 老鬼 小李 进来 孙经理 这是您这周的日程安排 好 谢谢 你先坐会儿啊 孙经理 您这一回来我们就没好日子过了 估计啊连一分钟都休息不了 您有什么就吩咐吧 是这样啊 那外联部韩主任那儿 有一个韩国美食考察团 大概十月份出发 除了首尔呢 还要去鸡州和光州 大概是五天的时间 您去做一套行程安排吧 好吗 好 孙经理 我就佩服您这点 五年以前的客户 您还能维护得这么好 那边 这样 好棒嘞 走吧 孙经理 您这儿怎么还有个灰太狼啊 那我儿子贴着玩的 那孙经理 要没什么事我就先出去了 行 你去忙吧 来 看小姐红云上粉面 红娘我心里直彩了然 知道他手力无邪念 款款深情流露在眉间 默默含羞一旁站 折扮焦态莫见幽怜 来 巴巴巴 顾不得手前脸 就成全了他们的浩云怨 好好好 好好好 真的 您真成了开心果了 我呀 就这么点业余爱好 不能跟你们二位比啊 你看看 三代同堂 其乐融融啊 我要自己再不找点乐子 活着就没意思了 您说对吧 瞧您 瞧您说的 要不孙子还不是容易吗 你看 董旭啊 小杨 你们是不是谈恋爱 都四年多了 今天咱们家长相互之间 也见面了 行了吧 你们该结婚了吧 趁着年轻 给你爸爸生个孙子 还是孙女 别让你爸爸眼红 妈 我跟你说啊 爹 你吃点芹菜 爸 您也得吃点这个 芹菜粗纤维 软化血管 好 董叔 您可真了不起啊 一个人 能把董旭带得这么优秀 这要结了婚 我妹可是有福气了啊 妈 亲家 您看今天大家伙都在 就把他俩的婚事定了吧 对对对 要定下来 要定下来 爸 妈 叔叔 我呢 会和董旭永远在一起的 但是 我不结婚 不结婚 为什么呀 还不是你以为 你这反面教材 你说你一个婚姻专家的 把日子过成这样了 我凭什么结婚啊 我宣布啊 我现在是不婚主义者 不过 不婚并不代表我要独处 所以 我就继续和董旭 过着这甜蜜的生活 对不对啊 猪蹄买了 来 来 来 你这最爱吃的东西来了 来 等会儿啊 等会儿啊 来 来来来 你等会儿啊 来 给你 来 来来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我喝口茶 不可惜 怀孕了吧 这 走 干嘛咋没了 哪儿来说 我也不知道 就是恶心 日本的味儿就恶心了 嗯 嗯 咋回来呢 我也不知道 我就俩月没来了 什么那么事 我说你最近 最近 最近吃财产 你挑剔剑剑的 你可能没有问题啊 我真怀孕了 我真怀孕了 你不是谁啊 你自己还吸着活动呢 你呢 你 我去薰酒店 去 等会儿 你们那边检查 检查上医院 我明天带她上医院 检查一下 等会儿等会儿 现在就能查 走吧 我陪你去厕所 两道 这次可爸就不离时了 恭喜你啊 你要当妈妈了 恭喜什么呀 纯属意外 这刘颖 什么时候生了不婚主意啊 之前倒是跟我聊过一次 我估计看着也没那么坚定 开玩笑了嘛 胡闹呢 有拿这事开玩笑的吗 什么不婚主意啊 那都不结婚 社会不乱了套了 反正个不婚主意啊 我看不是个好东西 这不结婚 又怎么生孩子呢 这不成了黑户了 您放心 刘颖的工作我们会做 来 走 来 走 怎么样 董大爷 您就等着抱孙子吧 真的 这坏了 看你那样 幸亏我准备齐穿了 让我摸吗 看看看看 您看 这儿不该冷的啊 来 看看 你还吃吗 要不您把看看带出去 抓着你 我瞧这小子又坐不住 开始捣捣着 好吧 反正我也吃了啊 看看 走 带你出去溜达溜达 快 出去 快 赶紧去吧 这孩子咱们要了 干嘛不要 我说闺女 这 这可是我们董家的苗啊 你 你可不能有别的什么想法 我 我求您了 刘颖 我跟您说啊 那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 是我们在座大家伙的 知道吗 敢擅自有行动我跟你说 我们 我们所有的人都 都撞墙 走 小田阿姨 叫我姐姐 小田姐姐 为什么把蛇泡在酒里啊 据说呢是可以治病 你看这上面不是写着吗 用优质的大田特产的糯米红酒 浸泡江南深山荒芜地区野生剧毒 银环蛇 精环蛇 眼镜蛇 眼镜蛇 眼镜王蛇 腹蛇 竹叶青 乌烧蛇 都是毒蛇 具有高效戒毒 滋阴壮 去湿寒 乌发美容的功效 你想不想要尝尝呀 我家人从不让我喝酒 你都十一岁的大小伙子了 还没沾过酒啊 你也太差劲了吧 服务员 来来来 给我们一杯这个 蛇泡过的这个酒 请问哪位买单 我来 今天你们事业别生 我来买单 老叔 我来吧 我来 不行不行 这点上说不过去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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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去 多少钱 一共是两千五百七 这么贵 这怎么有一个二十五年的蛇酒啊 七百六一杯呢 不是 我们没点 没点蛇酒 我们没点这酒 看看 看看 看看他喝多了 看看 快 快 快 赶紧的 来来来 快把小猪放下 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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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行了 看头都给把脖子给弄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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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点的小孩给他酒喝 而且是白酒 你说现在的年轻人 都怎么教育的呢 是 历程结婚呢 咱们就没看住了 嗯 你看这回又认识 这么个谈恋爱的这么女孩吧 咱也没看住 小影吧 咱们得看住了 看来不在咱们的管理之下 他们不会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 对 啥时候找儿子的那个闺女 你去跟他们聊聊去 啊 啊 你咋不聊呢 得罪人的事怎么经教我干呢 我不干 你去吧 错老高生 谁啊 谁敲门呢 历程啊 您咋不带钥匙啊 这孩子这一天根本来 是 是你啊 我今天刚刚回来 历程往家打电话也没人接 我就直接过来了 是啊 历程不在家还没下班呢 妈 谁啊 刘影 嫂子 你真是在家呀 你真是回来了 谁叫嫂子 这么多年了也反不过来 我喜欢她 这是给您二老带点土克产 不是想吃得惯吗 谢谢 妈给我 看看呢 孩子睡了 太累了 刚才我们出去吃点饭 出去吃饭去了 这么早就休息了 看看 妈妈 你结好了 所以呢 你身上有酒味啊 哎呀你没小心 没看着他 他把我那酒来喝 当水喝了一个 你当白水呢 你们别吸给你 哎呀 你真是 嫂子 你说 嫂子 你来 您怎么呀 快来 董旭 董旭 喂 你快出来呀 怎么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 董旭 你好你好 你好 孙小丹 怎么样 挺精神的 那这家里有客人 我就不打扰了 我先回去了 那麻烦您转告刘历程医生 就说我调回来了 让他有时间跟我联系联系 我想跟他聊聊 嗯 嗯 那我先走了 好好好 我走了刘云 我送你我走了 再见 别送了 你趕着我 你趕着我 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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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桌手指桌奖 准备 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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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英文 很好 还有提高的空间 这个是作文 我们回到这儿 可是你看 体育 体育非常好 这位 Jacky绝对是个体育天才 你先等一下 这作文是D呀 这也太差了吧 这成绩是一年不如一年 我记得一年级的时候 我还能进班里前十名 你看这现在 都最后一名了 作文怎么说呢 文字只是表达 感情的方式之一 有的人用音乐 有的人用绘画 还有的人 比如Jacky 用运动 他爸爸平时 是不是都不管他呀 他父亲一般很忙 Jacky昨夜帮着夜夜剪子 夜夜其实比爸爸认真 爸爸就随便看一眼 夜夜重来 戴着那个老花巾 拿着放大巾 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你真的很幸运 你可以放出 从自己的企业 那家长会都谁来开呀 爷爷奶奶呀 快看看我有什么变化吗 嗯 成熟了 你别爽啊 你这穿上职业装 还真挺像的 那么回事啊 再没了 没了呀 还有什么呀 真让我失望 笑什么呀 怎么了 我怀孕了 你怀孕了 你怀孕了 你真怀孕了 真的 谁还骗你啊 你怎么不早说呢 想早告诉你啊 你让了吗 你看看你那天那个脸色 一说看看身上有酒味 你脸都掉到斜面子上了 谁敢跟你说呀 哎 你那天可真的错怪我爸我妈了 跟你八卦一下 其实 那天是我哥的小女朋友 把看看带出去喝了杯蛇酒 孩子才喝醉了 小女朋友 是啊 嗯 当时我爸妈就不高兴了 立马觉得 找了这个还不如你呢 干嘛的呀 什么福华杂志社的编辑吧 叫田磊 大学刚毕业 跟我哥约稿的时候认识的 你不知道 这姑娘 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 都透露着对我哥的崇拜 你说也齐了啊 我哥自打跟你立了婚 那还真找着她 做男人的自信心 是 你说的还真是啊 你一下飞机就看见你哥 那没飞色舞的在电视里讲 怎样才能维持一个幸福的婚姻和家庭 旁边还真有人看得直点头呢 真是可笑 你说这媒体也不调查调查 让这种人去祸害别人 这也太不负责了吧 你怎么着 这后半生的问题解决了吗 当时低估了形势 没想到这么难 你说这四十几岁的男人吧 好的都是已婚的 这没结婚的呢 不是有病 就是像你哥那样 都瞄着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呢 我的选择有两个极端 要么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要么是年过半百的老大爷 当时离婚的时候 给你憧憬的美好情景 在现实面前 算是转了难强喽 你就后悔吧你 你当时的行为 那就叫做放虎归山 你知道吗 像我哥这样的男人 那四十岁到二十岁的女人 通吃 那你怎么办啊 人在不知所措的时候 还有一条路 耗着 我等待时间给我引路 我相信自己不会顾老直死的 我就不信了 这溜溜四年 你就一个人 你怎么来了 出差 看有顺路的火车 就拐过来看看你 谢谢 谢谢 不会吧 真没一个动心的 怎么说呢 也算有那么一个吧 中学同学 感觉还不错 反正就是有点怀疑 怀疑什么呀 每次一问到他个人生活问题 都是闪烁其词呗 肯定是个骗子 那天是我哥的小女朋友 把肯肯带出去喝了杯蛇酒 孩子才喝醉了 哎呀你没小心 没看着他 他把我那酒来喝 当水喝了一口 你当白水了 给他赢你 爷爷其实比爸爸认真 爸爸就随便看你赢 不行 还是得把孩子要回来自己盖 这次的志气不能再引来了 怀柔政策 记住怀柔政策 怀柔政策 喂喂哪位 喂 你猜猜我是谁呀 你是我孩子他妈 回去说醒了 看到喝酒那事啊 那就是误会了 你千万别觉得 什么喝酒的事啊 那个呀 没事 你跟你妈说一声 不用那么紧张啊 没怪她的意思 男孩子嘛 这是淘气的年龄 难免的 再说你爸你妈 照顾她这么多年 我谢还谢不过来呢 我谢还谢不过来呢 谢谢 谢谢 谢谢